然后咱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我这个曲线 从这个曲线来说 就是我们集成算法的曲线是不是特别beautiful 但是是不是有个问题 咱们集成是怎么集成的 咱们集成好就是说 把一位算数拿过来了 然后平均算一下就完事了 那怎么算的 平均算的 科学吗 不科学吧 现在是个什么上时代 暗牢分配吧 谁做的好 谁肯定收获就多 但是这里你看 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叫做那个GBM Gridian Boosting 这个东西做的很好 KN做的很差 但是我们怎么办呢 给它平均对待了 这合适吗 这是不是不太合适 它一个干活多 一个干活倒 你说对 它们一个月开300块钱 这合适吗 这肯定不合适了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得想上一个事 咱其实钱都是平均据算的 这公平嘛 是不是有些偷腿的 偷腿的是不是 我得得打死啊 这东西我就不能要了 那现在咱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咱刚才说了这么多个算法 这些个算法来说 它预测的一个结果是怎么样 我也可以来看一下吧 来看吧 在这里就是我用我的一个 MP apply了一下 apply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我又做了一个规议化 这里就是说 我看了一下 它共和党 它和这个民主党 它的一个基本的分布 咱就看少数的那个类别 对于少数的这个类别来说 咱之前看的就是 一个true label 咱往前看一下 我这个true label true label大概是0.23几吧 0.237 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呢 预测完的一个结果 预测完结果不同算法 你看有的 它什么 完全过你核了吧 大部分情况下 都预测成了一个类别 有的呢 效果还来说还是不错的 接近0.2几 接近一个真实的分布 所以说啊 是不是有些东西啊 它预测的不好 尤其是这个MLP啊 MLP这个东西啊 它把这里只有4% 大概4% 这个4点多这个样子 只把这么4%点多 预测成了一个 就是那个少数类别 剩下95%点多 都是那个多数类别吧 完全朝着一方下去倾斜了 这种模型 是我不喜欢的 它是会脱后腿的 产生一个光领壳现象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现象 个别的模型 根本不多不照 这个少数类别 这对我来说是不利的 那在集成当中 是不是要打死它 给它剔除掉啊 所以说现在呢 我做了最简单的一个事 哎呀 就是说我一看结果 我给它开除了 我把这个MLP这个算法给开除了 开除了之后呢 你看就是 就是我写的循环 这个循环写的比较啰嗦 就是不带MLPN的 我就是看这个名字嘛 这样的我都会保存下来 得表一下之后呢 我再求一个 集成的一个结果值 看原来啊 原来多少 原来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0.884 0.884 现在呢 我给它开除之后 要反正0.883了 看起来就是 哎这个结果是差不多的 但是你别看结果是差不多的 它会使得我们这个模型啊 它的一个泛化能力 会更强一些的 因为我剔除掉的 剔除掉一个模型 咱们效果基本上 没发生变化 但是这个模型 它会把绝大多数类别 预测成同样的东西 故你和风险太大的 所以说 这个人我留不了 做了这样一件事 那现在咱来想 哎咱现在怎么去做的 好像是说 我是手工去做的啊 我在手工去做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遇到了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这个东西啊 你老是手工去做 不合适吧 那这个东西你不合适 我是不是说 我得想办法 让它合适一点啊 怎么合适呢 咱自己选不好选 那我让机器 我说我给你指定个标准啊 你就给我挑好的 或者说 现在你给我挑好了 你给我指定个权重吧 这么多个算法 比如说 一二三 一两二三四五六 六个是吧 对于这六个来说 我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 比如说给它一个权重项 给它一个权重项底边 我说 第一个算法 占了百分之二十 第二算法占百分之二十 第三个 它非常牛逼 占了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也可以啊 给每个算法 一个权重项啊 或者说 现在我的机器 再通过它们的一个结果 再来去分断一下 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就可以了 咱们在讲集成的时候 是不是还说了 这样一个策略 叫什么 叫做一个stacking模型 stacking模型是怎么去做的 它是不是分两阶段啊 第一阶段要干什么 这估计大家可能有点忘了 我再给大家 把这个东西再画一遍 回顾一遍 stacking模型干什么 分两阶段吧 第一阶段 选择多个分类器出来 SM 然后random forest 然后呢 logistic regression 选三个吧 选三个完之后啊 是不是SM 得到了一个结果 对第一个样板来说 random forest 得到了一个结果 logistic regression 得到一个结果 三个结果都有了吧 那这一个结果 可能这是一个0.7 这预测成是一个0.9 这预测成是一个0.6 这有第一阶段结果值 那现在 假如说 咱现在就是输入 这是一万个数据 一万个数据 它是多少维的不管了 咱第一阶段输入完之后 还是一万个数据吧 只不过说 每个数据 它都有三个结果 咱之前是不是说 直接算个平均 不合适啊 那这里 我怎么算呢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我干什么 第二阶段不是说 你第一阶段 不是算三个结果吗 现在你不是不知道 第一个权重应该躲大 第二权重应该躲大 第三个权重 又应该躲大吗 那我第二阶段 我再给你选择一个分类器 再拿你第一阶段结果 做一个分类 是不是可以啊 这个东西啊 就叫做一个 就是叫做一个 decking模型 一个堆叠模型 我们是给它啊 分成两个阶段 结果再去做一个预测 其实说白了 就像是这个公式 写这个样子 我们最终结果有点什么 最终结果 不光是f1x加f2x 你看原来咱这么写的 原来咱这个公式啊 是我找一下 是这么定义的吧 直接就求了一个 最基本的平均 加一块求平均完事了 现在干了一件什么事 现在为了让咱们这个模型 选择的更科学一些 我指定了一个 W134567是吧 每一个模型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权重 这个做起来 咱是不是就是科学了一些了 科学完了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接下来 再组建一个更强的模型吧 也就是说 现在啊 按照我给大家画的东西 两个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做一件什么事 二阶段 又做一件什么事 这样呢 我就可以保证 咱们当前结果 是更科学一些的 哎呀 但是现在咱里想 哎呀 咱这个一阶段和二阶段 都是怎么一个事啊 咱们先按我这个流程去走 然后看一看 咱是不是这么一个事啊 考虑到几点呢 哎 第一阶段 我的输入和输出 大家可以很轻松做出来 但是咱先把重点放这儿 之前给大家强调过 咱们第二阶段的一个输入 应该是什么呀 这个咱得给大家重点来考虑一下 一会儿呢 说到说 咱们重点来讨论 首先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简单是吧 第一阶段简单就是 我们指定一个Base Learners Base Learners啊 我们基础模型 咱们之前不是写过一个函数吗 叫做Get Models 把基础模型拿到手 这不就是个Base Learners吗 第一步 定义我们基础模型 很简单 就定义好了 第二步呢 分配我们的权重嘛 其实说白了 分配权重咋分配的 就是你构建一个分类器 让这个分类器 去利用上我们第一阶段的一个结果 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吧 所以说啊 分配一个权重 说白了 我第二层架构 我就指定一个分类器就可以了 你指定分类器啊 什么分类器啊 这个都行啊 咱们直接选一个比较牛逼的 Grading的Boosting啊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 咱们只会讲 随便先选择一个分类器 当成我第二阶段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第一阶段 哎呀 第一阶段 我把第一阶段分成两部分 第一阶段为什么分两部分 在这里啊 咱之前说什么 OF这个东西啊 大家不知道听没听过啊 是吗 Auto Floater 什么意思啊 带外模型 带外数据 那现在比如说 我第一阶段 我得到的结果 什么意思 第一阶段得到的结果 这显然是我训练 级上的一个结果 是吧 你看第一阶段 我进行训练完之后 每个样本都得到了 训练级上的一个结果 这么做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有问题吧 你第二阶段 你看到的数据 其实实际上 是你第一阶段 训练完的一个结果 那说白什么意思 这个数据 已经被训练过了 已经被训练过了 再拿过来训练 很有可能导致的一个风险 就是过你和的这个现象啊 所以说 我现在我想保证一点 就是我第二阶段 我还要拿到这些指标数据 但是呢 我希望这些指标数据啊 第一阶段 他没看过 那他没看过怎么办啊 咱把这个事往简单的说 怎么样 能让第二阶段 选择数据 第一阶段是没看过的呢 我把第一阶段啊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管这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寸 另外一部分呢 叫做一个test 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 我拿寸 去做训练 可以吧 我实际得到结果值 我是拿test数据 进行一个预测的 预测的结果值 我第一阶段 没经过一个训练吧 你只要你第一阶段 没经过一个训练 那这个东西啊 我就可用了 那说明第二阶段 我在看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干净的 是吧 第一阶段没看过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想到的第一种方法 把我的数据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tune 一部分test 然后呢 我拿第一阶段 拿tune的数据去做 去做训练 拿test的数据 去得到第二阶段 需要的我这些 每一个结果的一个指标 的一个输出值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在这里我们怎么做呢 先做了一个tune test 的一个cpt的值 然后啊 分成了一个extreme base xpredict base ytreme base ypredict base 先分成两部分 主要是为了第二层 来经使用的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 就是进行一个训练吧 这个训练啊 就是这比较简单了 道理还是一样的 就是对于每个模型 是不是要分开 进行训练啊 这个东西 跟之前都是一模一样的 m.fit一下 fit一下就完事了 所以说 这是我们去进行一个 第一阶段模型的一个训练 然后训练好 就完事了 训练完之后呢 咱们来看 我们现在训练完之后啊 我希望什么 我希望我拿到的一个结果 是我最终 我的一个预测的 一个结果值吧 所以说我希望 我二阶段的一个 二阶段的输入 你看 二阶段的一个输入 准备好的一个 P-base值 等于什么 等于的实际上 是我的一个预测值吧 你看这样 P-base啊 我最终拿到的一个输出结果 实际上我要的是 它的一个预测值 这个意思 然后呢 去预测一下吧 预测很简单 就是指定好 咱的一个预测的一个维度 是吧 你有三个分类器 有100个样本 那是不是100乘100 130啊 这样的一个矩阵 所以说我们指定好 咱当前的一个 P就是这样的矩阵 然后对方怎么算的 这是数据的一个 样本的个数 这是你有几个分类器 组号这样一个 处置化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 不断的预测 不断的往里传一个 实际的预测结果 这是不是完事了 这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 把我当前的一个指标 给它丰富起来 这样呢 就是不是把我指标 就是怎么样 把我最终结果给拿到手 这样呢 我就有了 咱们哪块啊 就有了这一块吧 这是得到这一块 我预测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结果值了 有了这样一个结果值之后 咱们再把这个结果值 return回去 这样呢 咱就是做好了 第一阶段的一个输出 前面就是页段 我就全做完了 基础训练器 然后我的一个预测值 然后都做完了 都做完之后 咱怎么办呢 你看我打印了一下 shape值 shape值等于7 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7个基本分类器嘛 然后2500数据 就是这个意思 预测完之后 我要干什么 然后打印出来一个看一下吧 它就是7个指标 7个分类器 都会有一个 各自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7个分类器 对于它的一个结果 分别得多少的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不是说 我可以利用当前的一个指标 去预测我的一个 二阶段的一个结果了 那你看 就是二阶段利用什么 这个东西啊 说白了 在二阶段看来啊 它就是一个特征了 它会把这个东西 给它输进去 以每个数据 都是7个特征 每个数据都是7个特征 二阶段呢 就用你一阶段 输出的一个结果 然后来进行一个 然后来进行一个 就是还是训练一个分类器 这就完事了 训练完了一个分类器啊 你看这块进行了一个训练 那么最终 in symbol的一个project的值 等于什么呀 最终啊 我in symbol的一个值 说白了 就是等于 我最终把这个一阶段 和二阶段 把它们联合在一起 联合在一起之后啊 我就可以再把这个结果 拿到手 是不是就完事了 一阶段 把输出值拿到手 二阶段 再拿它的输出手 输出值去做预测 这是不是就完事了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最终的一个函数 该怎么定义 那这块呢 你看这里需要传言什么 based learners 还有我最终的第二阶段 把他们都指定好 前面你都训练好了嘛 实际的往里去传 往里去传 你训练好的这个 训练好二阶段 这就完事了 再把数据传进来 这样呢 我就可以把我最终的一个指标 达到手了 拿到手一个指标之后 我就还可以算 咱当前的一个 ROC的一个指标值了吧 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 去构造了一个stack 构造了一个 两个阶段的模型 做了这样一件事 然后呢 有了两个阶段模型之后 咱来看一下 现在结果有多少 现在的一个结果 就是等于一个 这个等于多少呢 等于0.881是吧 0.881看一看 之前 记得之前是0.883吧 看等于多少 我忘了 我记得太轻了 0.884 咱们这个结果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到时候大家 就这里 我只尝试了一个 规定的不死停 还有一些基本分离器 到时候呢 大家都可以换一下 各种各样的分离器 把我们的结果 都给它进行一个 都给它进行一个尝试 然后我们都可以得到 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 我 我